位於金山地區的虛攻聖寶殿 主要供奉著無疾天王與祖母娘娘記住為先佛 創立至今已十多餘年 當中為許多善然信女帶來宗教上的慰藉 也因先佛指示 每當國運百姓受到影響徵兆 天王記住為先佛隨即降旨 交由殿內住持率領師兄師姐們 一起為這塊土地祈福 期盼眾生皆能平安順遂 日前第六屆管理委員會成立 在無疾天王見證下 由劉存心主委帶領 並由助詞檢師兄舉行禀報一事 正式開啟第六屆管理委員會的責任跟使命 這屆委員來自四面八方 市農工商行業一起聚首 致力於先佛的任務 與協助眾生安平為使命 我一屆十五年裡面 有感受天王與母娘 給我的價值 六個委員會 我可以這麼做主委 我也會盡力 把這個虛工聖寶殿 來發揮 十幾年來 虛工聖寶殿 歷經多次環島 在先佛帶領下 一起為這塊土地的 無形有形眾聲祈福 圈台許多信眾 在因緣指引下 許多依然雜證之問題 皆能在此獲得指引 從動性大德來講 我能夠有個安和的地方 能夠來這裡 生養性 天王所指示的那種任務 第一來執行 第一來完成 有的價值之下 我一切很順序 我也要希望我這個 訊息傳播 更多人 給大家來修持 可以這個道路 可以讓大家 天王無人的存在發揚光大 讓我們這個社會 還要更安定 店內除無疾天王 祖母娘娘以外之主神 尚有聖龍太子 五陸財神 及千年金禪廚王等 諸位先佛 在此為信眾分憂解勞 第六屆委員會成立 更有著不一樣的使命 除努力達成先佛指示外 更要號召更多信眾 一起加入行列 歡迎全省善然信女 共襄盛舉 無論是單純的來殿參拜 或是加入委員會顧問等職 都期盼眾生能夠一起快樂修道 創造更多福祉 以上 由虛工聖寶店 管理委員會 編輯採訪報導 請追加 靜寶店 請